環保室在下一個文學氣體減量和管理法的修法 這法案的名字就要改造氣候變遷行動法 對著這個全國的工業總會 之前有提出說 不要將這個日空五康年 精靈白鋒目標立法 環保團體今天是向她說 目標是一定要立法 這樣對政策的推薦才有幫人 關閉地國來檢討大街 氣候變遷營營運法修案 修法規定繼續延後 最近全國工業總會提出七大建議 規定第一項就是日空五康精靈白鋒目標 不需要急買立法 因為全球超過130個國家選保政令 但將後面還有其他自己的國家入法 環保團體委員會沒有立法是替補行為 包含是說我們在預算編列上面規劃 另外工種的建議 也認為領收拖費制度 應該有完全學歷的規劃 跟領環稅白鋒交易 應該拼命重複課針 也對目前台面上討論 特朗一百塊的收費 要分解拖滾動式來調整 環保團體委員認為費率的領領 應該他可以帶來股體 有效監控性格來做完結 而且收出的費用 不應該再拿來補助企業 對工種和環保團看法完全不一樣 環保數表時 日空五康精靈白鋒目標 已經由總統來選擇 行政委也支持納急 會繼續推動 如果我們拖費 目前已經落縮 調開元商會 也會跟補費來交通 會拿到法院收款後 日制定主法的時候 跟國界來討論 記者裡面 鄭志祥 台北報道